学会这么样 一分钟那里的刃爆炸混沌回忆 正常都知 几乎上线的刃是最强五星风气输出 而四风套是当前版本中 唯一是被风气绝色的仪器 那么刃能否直接带上四件套呢 答案是NO 理由是虽然二件套的风伤加成非常诱人 但四件套的大招大招效果对刃来说非常鸡肋 刃的速度收益不到 天天行动还导致乱走 四件套首选下版本的新仪器十二套 十二两一套提到生命值 四件套射击以及主要消耗生命值时提到智能暴击 暴击效果还得叠加 任秘机加战机就能连叠两层 可以说完美适配 前期可以选择用死者加封套二加二多度 试品套推荐新试品 繁金竞技场 繁金套二件套提到装备的暴击率 并且在暴击大于一定值时 额外提升普通的战力伤害 非常适合主打强化普通的刃 不论你已经提前说好是他所图 两者的强度差不太多 他也不用再说 但对于没有体验刷的小伙伴 世界七的副产物龙堵套 远远强于世界六的贝罗伯德 刷新本显得正传 此外方面 任生命值越大 赛就越大 而目前版本没有好用的生命短 尤其是没有专武的任 生命持有基本全套一气来堆 所以主持人要推荐 生命神 风仓球 暴击 生命血 双暴大于生命大于速度